Hello 大家好 莎姐 接下來應該是母親節 不是明天 下星期日 莎姐會替大家擔心 母親節很頭癢 應該怎樣做 大家知道莎姐的媽媽就在美國 所以莎姐就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就自己想好了 莎姐又幫不了你們 是不是很好呢 因為接下來應該開始的ABCDE餐 不是那些食物套餐 是分類套餐 政府就會說 其實這個分類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解釋 因為複雜 莎姐暫時還未計好 這個基本上就可以 所以屈榮妍說 這是什麼牛津 還是哈佛大學的入學考試 有沒有這麼誇張的 不過我們政府高官 從來想一些事情是不經過腦 不知道是否坐得太久 坐著腦 還是血管僵硬化 腦不動 其實分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你本身的員工 有多少人打了針 打了多少成 就可以怎樣處理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 桌子是 兩個坐 四個坐 六個坐 即是你員工打了針越多 你可以應付的人 或者開業的時間是越長的 另外就是 你的顧客有多少人打了針 可以怎樣處理 其實這些 你要問一問 作為一個普通人 我不知道其他友台會不會 精算師 會不會有精算師 會計算這條數 但作為一個普通人 就算會計算得好 這條數也是很難計算的 因為太多 為甚麼說這條數是難的 太多不確定因素 太多不確定因素 而有些事情就是說 當你一行八個人 有些右打有些沒有打的時候 怎樣呢 八個人可以怎樣分 就算被你分到桌子坐 但兩張桌會不會隔得很遠呢 二人桌在這邊 六人桌在這邊 會不會隔到水蛇春呢 那一行八個人有甚麼用處呢 大家就是想一起吃東西 正如當初四個人的時候 有些是八個人在中間隔著一塊透明的膠板 就可以八個人一起坐 只隔著透明膠板 都還可以一起坐 但當你四個六個的時候 可能兩個和六個要相差很遠 因為當中有些沒有打針 有些沒有打針的時候 可能要分開的時候 那又怎樣計算呢 你這些還是說 幸好的 可能桌子可以動的話 你還可以做一點點事情 萬一有些桌子是動不了的呢 即有些桌子是坐在地上的 那會怎樣分配呢 我覺得我們那些政府官員 腦子是真的摘著了 他們在想事情的時候 從來都不想想可不可行 其實很簡單的 你試試可不可行的時候 林鄭 落一落你們餐廳 我不知道 一般 貼的那些 我不是應該說貼的 是應該小間那些 政府那些合處 就應該未必有cantain 大間那些 就一定有cantain 就好像立法局大樓那些 應該會有cantain 因為正常的 就算你是HKBANG 或者中銀那些 如果是總行那些 都會有些叫executivecantain 就算是一些高院那些 都會有這些cantain 當然不是給我們那些行人 大哥 你很簡單的 林鄭那些高官 林鄭又算了 她太高了 陳小史 你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你落一落去executivecantain 你試一下大一大位 你算一算是 你大不大到 你算不算到 你不就知道 合不合不合 你試驗過 你親身做過 合你才跟我們說 大哥 連你都做不到 我們怎麼做 連林鄭 你是學霸 你也算不定 你怎麼叫我們 普通市民去算 這個數 是不是應該叫你 哈佛的小子 幫你計算了 你才跟我們說 但不要忘記 你哈佛的兒子 你算得定 我們不是讀哈佛的 我們是讀哈爾濱的 最多 是不是 那你想想 我們怎麼計算 我就算 你林鄭 你陳小史 可以計算 你要用多少分鐘 去大位 你是不是可以30秒內 去計算 我們平時 大位 30秒左右 幾個人 四個 他就知道哪些位置可以給你打 但現在這樣玩法的時候 你覺得大位要用多少分鐘去轉去自己呢 他要用多少分鐘去想一下怎樣去擺位呢 你要想一下 可能現在好些 可能有些人會訂位 訂位之後 你幾個 有幾個打了針 幾個還未打針 然後再要看看 我那天的同事有幾個打了針 幾個還未打針 那些人就在那裡發財 我被他預約 不需要不再接駁 客人 我想只是搞定那些客人 哪些打了針 哪些未打針 怎樣安排 他們盡量坐在一起 桌子怎麼拍 都夠去玩一個星期 你是不是這樣玩 還要想著 母親節那天 可能是不停不停有客人 不停不停地擺位嗎 不停不停地重新拍位嗎 是不是很無聊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是不是很幸 當你作為一個顧客 你訂了位之後 你還要等半個小時 或者四五個小時 才可以進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生氣 你沒有訂位的時候 你要等幾個小時 就是純粹因為不是沒有位 我們經常都看到 裡面有位的 為什麼不坐 不好意思 你不合規格 那裡有很多位的 為什麼不是 因為這裡有些人未打針 那怎麼辦 當初林鄭又說 未打針那些 她都會安排 因為有些人是打不到針 她都會安排 那你安排了什麼沒有 你告訴我 你安排了什麼沒有 沒有 幸好莎姐媽媽就在美國 那不用煩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莎姐不用吃 我整家都不用吃 如果要這麼麻煩的話 我不如在家裡住 是不是 我外面等 我不知道有沒有位 有人群聚集 你好心就那個ABCD 你又說到好像為了餐飲業 讓他們有生意做 你根本是趕絕他們 你想想 連市民 第一 已經是疫情 大家已經有點害怕 而且你現在還有變種病毒 在不停進來 大家已經害怕 然後你還要ABCD 這麼麻煩 誰知道我去到的時候 會不會沒得吃 又或者坐到天涯海角 天涯一段 海角另一段 那有什麼意義 那不如自己煮吧 那不如自己煮吧 幸好媽媽 幸好莎姐媽媽 就在美國 如果不是 今期 都是我煮的 因為 我們三個都沒有打針 所以 就一定是 基本上沒得出去吃 第一是人逼 第二是 現在這樣的狀況 肯定就是莎姐煮 即是莎姐要去天水圍 煮一頓飯 然後再回來 多謝媽媽 現在在美國 要不然真的死 很辛苦的 要去天水圍 差不多兩小時 內會四小時 然後還要買菜煮飯 是我買 因為我姐姐不懂買菜 不是不懂買的 買的東西不漂亮 所以唯獨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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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很平安 當然 薩姐又不會說 只是罵政府 不給一些解決方案 薩姐 是有想過解決方案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政府官員 不知道是不是太高 創新科技局 創新科技局 你知不知道 最近大學研究什麼 不用接觸 就可以按到電梯 就可以避免病毒傳播 我真的覺得你白 即是那隻 白什麼 其實不用接觸 按電梯 有什麼那麼稀奇 我們一向都有 你現在有很多 比較漂亮的酒店 你也是 白達通 拍的 你用白達通拍的 而且有很多時候 白達通不需要 真的接觸到拍卡器 他就能讀到你 哪一層 其實這樣不就是 安全 這些事情是需要做的嗎 而你知道很簡單 你平時進行電梯的 我們平時在我們樓層 有一個按電梯的 你用一個叫熱力感應的 你只要現在 難聽說的 我們現在廁所也有 不是我們廁所 是商場廁所也有 你只要遮住感光器 它就會 懂得跟你沖水 這些事情是需要你再研究的嗎 你不如研究APP 出來更好 如果你政府實行這件事 ABCD餐廳的時候 你是需要連接APP 給人 那些APP 那些APP 是甚麼來的 就是你自己 一間餐廳 你只要輸入你自己的餐廳 擺桌 兩人四人六人 你怎樣擺桌 四個人一台的 可能有多少台 兩個人一台的可以多少台 然後你再輸入你自己 當日員工有多少個人 是打了疫苗的 等到你有客人來 客人告訴你 我有四個人 兩個人打了針 兩個人未打 你就輸入四個人打了針 兩個人未打 他就幫你編排桌 那是否可以 那是否方便少少 那當然你說編排桌是怎樣 可能會另外一件事 就正如沙仔這樣說 桌能否動是一個問題 但起碼 你就知道大概可以怎樣 分開來坐 應該是怎樣坐 你政府是否應該給人這些APP 你是不是只要給輸入 我們幾多個員工打了 幾多個員工未打 他就會彈給你 你可以營業到幾點 你這些為什麼不做 你只是想起無聊事 開始一些臨時職位 全部都是給大學生 但你有沒有想到 那些臨時職位是否需要 你是不是有這麼多工作 政府 是需要這麼多臨時職位 你不是 我現在覺得政府是用一個 叫做 養你的方法 我們不是要養懶人 我們是真的社會經濟要好 而政府現在經常都是養懶人的方法 大學生找不到工作 開多些臨時職位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工作 你是應該去開設一些 真的有用的職位 而不是開設一些沒有用的職位 純粹是給錢養他 那你有什麼意義 到他職位完結的時候 他出去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你要搞清楚 他有本事在外面找到工作 在這麼苛刻的環境之下找到工作 到他使得好的時候 他一定是能夠找到工作 找到錢 甚至是找到錢 但是如果他不在這些環境 都找不到工作的話 政府要讓他 他出來 他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你能夠說 說得白一點 你能夠確保 疫情過了之後香港會好嗎 是比現在好 但是不代表他會復甦 會去到以前 沒有黑暴 沒有疫情之前 香港經濟 我剛才都說過 都是開始慢慢下跌的 開始慢慢下跌 很多東西都已經被內地取締了 有時候內地封閉不是不好 我都說如果不是內地封閉了這麼多年的話 香港連這一塊底 所謂的 這一塊儲備 你都拿不到 你想一下鹽田港一開了 不知道哪個港一開了之後 香港還有什麼行業 還有什麼運輸業做 沒有 以前因為鹽田港還沒開 什麼什麼港還沒開 它封閉 所以所有貨品都要來到香港才可以出船 但自從鹽田港開了之後 初期開的那些 外國商船 外國人 或者外國商家都怕 都是運到來香港才再出 但當陸陸續續已經有先頭部隊試過是沒有問題 又準時的時候 有誰這麼愚蠢 還要運多程來香港 你要搞清楚 會運到來香港再轉船 除非得一種可能 就是香港人工比內地便宜 這樣就有可能 但不是 這些根本就是 所有都是在講錢 香港人工比內地 香港碼頭的人工比內地貴 香港碼頭的人工比內地貴 我為什麼要再運多程下來 然後再比貴一點呢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是鹽田港直接出口 把單單直接寄去外國 香港收錢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香港出張單 去外國 連著美子各方面 那些 但現在不是的 直接從內地出去 找數就找香港 已經是很普遍的了 所以我覺得 香港政府不是經常在養懶人 去想些無聊的事情 你要想些實實在在 可以令到經濟好的事情 要想些真的腳踏實的事情 你連自己都做不到 你不可以要求我們市民做到 你真的 你政府做的所有事情 我麻煩他們想一想 究竟做不做到 他們試一試 他們做不做到 然後才跟我們市民說怎麼做 你自己都沒有想清楚怎麼做的時候 你跟我們說怎麼做 正如我現在經常都說 疫情 你叫你問一下你的家庭醫生 打不打打 問題是我連我問政府醫生 我的情緒藥會不會跟疫苗對沖 都沒有說我自己天生敏感那些 他都答不到我 是我的精神科醫生 他都答不到我 是否醫管局沒有指示 沒有一個指引 那你就叫別人去做 你是不是擺明是 射一隻獲給醫生 那如果外面的家庭醫生 其實是很可憐的 他是家庭醫生 他是看傳科 但他不是藥理科 他不是專職藥理科 亦都不是去生產的 他怎麼知道 而你亦都沒有給他很多數據 讓他分析 那時候他們說 疫苗專家小組 什麼百百葉子 福興百百葉子 在新年期間 那幾天就可以看完 然後緊急派 你有沒有幾個百百葉子 給每個醫生去看 沒有 難聽些說句 你不需要找那些藥廠的專家 去跟我們說 我們不懂 但你起碼 你那個防疫專家小組 或者是你疫苗批核的小組 你都應該從那邊的藥廠 談 視像 或者在你醫學會那裡 被其他醫生參與去問 沒有 那你叫醫生怎樣知道那一隻藥有什麼副作 你怎樣拿到那些數據 究竟那些數據是怎樣分佈 就算我們現在不停地出來的數據 其實都不太完整的 就算看完都不太完整 因為他不打算公開給所有普通人 他是會公開給一些醫生 那你香港醫生掌握到多少數據呢 你說科興得50幾個百分比 但是其實是說很輕微症狀不用看醫生的 但是正常要看醫生的 或者輕微症狀要看醫生才醫得好那些 是說保護率是70幾個百分比 還有那時候在巴西試的時候 是試什麼人 醫護 是高危的人 那你這些是不是要問清楚呢 是不是要問清楚呢 然後你也要問一下究竟他試了幾多人種呢 好像國藥那些 他究竟試了幾多人種呢 美國那些為什麼經常會出事 他試過一隻 快點睡 其實他是一隻叫Bewa藥的 類似的 他專門針對 而那樣東西 是針對美國的新冠病毒 你要知道美國有五種的 五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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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針對哪一代呢 而我們 中國香港 普遍的 又是哪一代呢 你是要給清楚這些 而不是完全不說醫生搞定 現在香港政府 香港架構 所有這些所謂有知識人士 他從來都不想負責 因為說了出來就要他負責 所以他永遠都馬後跑 這樣只是令我們越來越不信任他們 那就是說其實 我們香港市民 今時今日就要變成一個護士 變成一個醫生 再變成一個數學家 再變成一個經濟學家 什麼都要自己搞定 因為信你 會死得更快 傳說中 湯渣華 就想支持林鄭連任 我不知道林鄭是否想連任 但是 絕對沒有 你爭罪 我覺得他不連任 我應該這樣說 他想連任和不連任 他都是連不了的 你放心 他自己放棄就好看些 好過讓我們嫌棄 其實我們現在都嫌棄緊去 我現在都嫌棄緊去 我不知道你們 我現在都嫌棄緊去 我期望 其實如果他能夠即時離職 有一個人即時 即是林鄭英 即時頂一頂他 頂到下年選舉 我是舉腳贊成 他即時撤職 我真的頂不住 有時候真的 你不要說頂到下年3月特首 你要我現在頂到12月 再立法局選舉 我都覺得很漫長 因為你每天都在追 你不是看劇 而很開心地去追 我是很辛苦地去追 你的政策 所以就 這裡剛剛在西斜 你看到嗎 那些陽光呢 就是這樣 應該很漂亮的鹹鴨蛋 是很漂亮的鹹鴨蛋 所以這裡是挺漂亮的 挺舒服的 其實希望 早點換一屆政府 早點安定 大家就可以像沙姐一樣 休閒地看鹹鴨蛋 OK 這次就這樣到這裏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